极飞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首先 它的每一栋楼里面 都有这样一家非常专业的咖啡馆 好 我承认 这似乎也没啥特别的 很多大公司里面都有自己的咖啡馆 但是他们的咖啡馆里面停了一架战斗机 总结说是战斗机的引擎 一台窝喷6发动机 被完完整整的安放到了 这个玻璃咖啡桌的下方 简直是太酷了 我甚至有一种想把它顺回去的冲动 但是再一想 这东西放我这儿顶多就是一个摆设 但是放在极飞这儿就是他们公司的底色 是的 他们不是为了酷而酷 而是真的在让种田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酷 种田怎么会跟酷有关呢 你看看他们的产品就知道了 喷洒无人机 洒波无人机 运输无人机 航车无人机 这些可以自主飞行载重高达70公斤的无人机 只需要你手握一个跟电视机遥控器差不多的手柄 就能够极其智能和高效的帮你完成 大部分的农田作业了 你说酷不酷 再没完 农机自驾仪 解放双手 让农机自己在田里面开出几公里长的笔直一条线 左右偏差不会超过2.5厘米 你说酷不酷 其实还没完 智能灌溉系统将灌溉精准到每一滴水 将开阀观伐从田间地头平移到线上宇宙 你说酷不酷 当然还是没完 你可能以为我一开始介绍的那4款无人机是4台无人机 对不对 当然不是了 这多少就有点无聊了 它们是一架 一个平台搭配多种任务 极飞将其称之为空中拖拉机 为什么是拖拉机呢 因为拖拉机是农田上面最为常见的设备之一 而它自单身150余年来 甚至形态就没有发生过啥变化 而是通过与不同挂载设备的配合来完成相当多不同的任务的 可以运输可以离地可以开钩可以整天可以播种 还可以撒飞等等等等 那一架无人机为什么就不能学拖拉机那样 通过跟不同任务平台的配合完成多样的任务呢 当然可以啊 而且这事儿是有先例的嘛 你看空中起重机希克斯基CH-524 实际上几非将农业无人机分为飞行平台和任务平台 两部分的灵感就是受到了CH-524的启发 这事儿就有点意思了 先是一台战斗机上面的窝盆发动机 这里又来了一架空中起重机 极飞的血液里到底是融进去了多少军迷的基因啊 实际上看了他们今年的新品P150和P60无人机 我才发现前面那些只不过是开胃菜 两架飞机头部突出来的那一大块呢 真的是像起了H-624α机头上突出来的瞄准系统 当然它不是用来瞄准敌人的 它是无人机的大脑 集成了4D成像雷达 AI高清双摄像头和超高算力芯片的智能控制系统 所以才能够让这台飞机可以灵活避障 适应各种复杂的地形 然后你看他们顶上的两个粗壮的拎手 像不像是从加特林机枪上面移植过来的 这简直像是在打造武器啊 其实这是合乎逻辑的 因为本质上他们的目的都是要实现高效率 低成本免维护易使用 说真的啊 此刻我的感受就是站在农民的角度 为农民打造他们买得起 用得起还学得会的产品呢 还得是集飞啊 但集飞显然并不满足于此 对他们来说把种田变得像打游戏一样简单 才是目标 统计表明中国农业人口的平均年龄已经高达55岁了 10年以后当他们纷纷老去 谁来种田养活我们十几亿的人口呢 是机器人和年轻人 准确讲是由掌握了现代农业知识的年轻人 通过智慧农业生态系统 管理其中的各种农事机器人 做到农田里面的真正无人化 哇 听上去是不是还很虚幻啊 但是这幅蓝图正在极飞的努力之下 变得越来越清晰 朋友们 未来我们一起种田去吧 可以轻转悬疑的VR语音 相信大家都挺熟悉的 但是可以轻转悬疑的无人机 你有见到过吗 就像这架一样 我很有幸在极飞的黑科技发布会现场 见到了这架通过香香的无人机 我是百科全数火箭书 下面我就来讲讲这次充满魔幻的探访之旅 现在呢 咱就在机场 马上就要去广州看黑科技的发布会了 到这里 通常当我们说到无人机想到的一定是四旋翼的那种无人机了 为什么无人机基本都长着四个旋翼呢 因为从结构到控制再到算法都是相对比较容易的 正好我上一期讲到了直升机的旋翼在构造上是多么反人类的 而且其实已经讲的是蛮复杂了 但还是没有讲到直升机究竟是如何实现前进后退左右移动的 原因就在于它真的是太复杂了 要细讲的话又得要单独再出一期 如果大家真的感兴趣的话 这个倒是可以期待的 而说回到四旋翼的无人机 你去看看啊 它的旋翼和旋转轴的结合部分就简单干脆太多了 可以算得上就是一个硬连接了 那它怎么就能轻松的实现在空中的自由移动呢 这就得益于它有四个旋翼了 而且每个旋翼的输出功率都是可以单独调整的 所以当它想要前进的时候呢 就把前面两个旋翼的输出功率降低一些 而把后面两个的输出功率调高一些 这样它的姿态就会变为前傾 在反重力的纵向呢就可以往前飞出去了 同理啊 向后向左向右飞也是怎么来操作的 还需要多说一点的是左右转向 这个呢就有点像是坦克履带的转向了 坦克转向的时候呢 一边的履带动的慢 另一边的履带动的快 于是动的更快的那一边 就把车头的方向推向动的较慢的那一边了 从而实现了转向 那四旋翼无人机靠的是 让与转向方向相反侧的旋翼转得更快 来获得一个与空气之间更大的摩擦力 从而把自己推到另一个方向上面去的 当然因为空气的摩擦力 肯定是要比地面低了很多 所以四旋翼无人机的转向效率也是比较低的 总的来说 以上这些都很好理解也很简单对吧 所以才让无人机的应用深入到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从Vlog拍摄到电影制片 从科学考察到户外搜救 从通道巡检再到指挥农业 好 既然这四旋翼的无人机都这么好用了 那为什么还要搞两个旋翼的无人机呢 你光是想一想就会觉得 它飞起来肯定是没有四旋翼那么简单的嘛 那这个飞行控制本身是超级复杂的哦 对飞行控制是 因为它会摆来摆去 对 它会摇晃 这个摇晃以后呢会产生一个钟摆效应 就是叠加了 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所以呢它必须在这个里面能够有一个 这个控制速度呢是每秒钟200次 嗯 所以它其实很快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IMU 就是动量检测单元 这里面是它的这个飞控器比较复杂的 哦 这里面就是我的飞行控制系统 嗯 就是VX4 这里面有六个动量检测单元 就是各个方向的动量检测 在飞机飞的过程中 它相当于是小脑 嗯 然后呢它检测到飞机 比如说倾斜了 嗯 这时候马上告诉 以前的四旋翼比较简单 告诉前面两个 假速一点 嗯 对对对对 在平满的过程中你飞机总能输出功率增加了 所以又会往上升 不对 嗯 要总功率下降 前面两个增加一点点 这就是PID算法 控制算法 而这个就更难了 一旦当它检测到机头往下坠 哎 这个时候飞机要怎么控制才能够把他进去平回来 嗯 就要控制这个的转向 以及风速的变化 嗯 就是转向和静氧角度的变化 对 这里面的算法就多了一个维度的难度 你要控制角度 而不光光只是功率的输出 以前四旋翼只要控制功率 维输出 对 我们叫做电条 电子调速器 嗯 电条 电条 对 所以那个很简单 这个除了电条还有四伏 就是多机 对 多机 然后来 角度 对 就有了控制面的这个理论 所以 很难度就在就在一次 对 那飞行稳定性上面来讲的话 就这个跟那个四旋翼来讲 就 比如说这个加上了那个 就是更智能化的控制 只要转发好 这个会更加稳定 会更稳 它其实是一个吊装结果 然后人家吊着它 嗯 然后呢 你下面 下面只要你控制的够快 上面哪怕风在 大家这种动力 下面可以完全不动 就对相机云台是一个道理 啊 只要是它的这个速度够快 对 只要它控制速度够快 嗯 它完全可以实现底下是不动的 嗯 这里面透露了一个未来 这里 这里面有一个未来 很有想象空间的地方 是有了一个非常稳定的空中平台 它是不是可以实现摘果子呀 嗯 是不是可以实现更加精细的操作 比如说我喜欢进来那里 有话是在打劫 甚至是捡东西 以前那个飞机是做不到的 因为它一旦动 整个飞机都在动 嗯 对吧 它是固定的四选一结构 对对对 也就是它要为了保持飞机的稳定 比如说一阵风吹来 飞机必须这样斜着 它才能定在那个地方 嗯 它要对抗那个风 嗯 这个不用 这个我只要 对 这是螺旋桨动动就行了 然后下面可以稳住 对对对 啊 这个很有意思 对 所以为什么我们那么看重这次的发布 是因为我们其实是发布了一个新的控制平台 嗯 因为更加稳定 适合于未来农业精细化管理的 完全无人化操作 对对对对 抓取一个虫子来做采用 对 然后掉装呢 然后剪掉一个虫子 然后打到盘里面就飞回来 是的 吊装平台 多没有想象力 利用先进的算法和强大的算力 使悬疑实施根据环境变化来调整自己的姿态 让掉在它下面的作业平台纹丝不动 从而可以执行非常细致的工作 啊 然后呢 还有这台同样也是颠覆了我认质的农业无人车了 它居然跟终结者都扯上了点关系 我看它用的是我们同样的SUPERX的控制器 我们不是飞完以后对空对地图见完膜了 我们知道每一棵果树 其实我们的测绘飞机也是带RTK的 也就是说在 你看到的是一张照片 或者一张三位地图 但实质上 它里面的每一颗像素 都有一个绝对的标点 毫米级的走表点 这也是非常可怕的 我自己想 比如说我飞机 我这个车上完全不用装任何摄像头和雷达 我的成本可以降到很低 但是呢 它精准的知道 在你旁边有棵果树 因为它有 对 因为它可以获取那个数据 对 它是实时在云端获取那些三维地图的数据 对 然后呢 它知道在旁边的多少多少毫米处 有一棵果树 然后呢 对准它进行喷洒 能量一滴都不会浪费的 这就比原来这个人一样 人最精准 因为人知道果实在哪 然后喷完下一刻 它就跟人一模一样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们跟特斯拉一样 我们不需要在上面装什么复杂的激光雷达 因为那个雷达就十万块 或者复杂的这个雷达成像 超声波雷达 我们只要车能够自主的精准的行走 它上面的云台 就会精准的执行喷洒 对 拨洒或者是拨种 对 或者割草 所以这个就是本质上还是来自于算法 所以这个东西 你看上去好像是一台 很傻的一个喷雾车 但它本质上是一个非常 非常智能的 就是我们总以为 农田里的机器人 它这个就是个机器人 No 它只是机器人的一根手指而已 大脑在云端 对 我们没有必要把那个机器人 每一个机器人都是弄的那么复杂 对 你那边装一个什么 NDR的草墙算力 都要有眼睛 都要有什么 对 你的手指去执行的时候 你的眼睛是它的 脚也是靠这个眼睛 所以我们是一个中央大脑 对 然后呢 通过一个末端的执行机器 所以农田里的机器人 其实本上是只有一个的 全世界未来可能就只有一个机器人 而它只是它的一个执行务力 啊 有点像是天网的那种感觉 是的 说到这儿 还会有人认为农业就是一件 面朝土地被逃天的枯燥乏味 只是靠体力的事情了吗 我已经不这样认为了 相反 我觉得农业 未来的农业是一件多么酷 多么极客的事情 已经酷过了 我曾经非常羡慕的 像美国农业那种 在巨型的农场当中 靠巨型的农机来跟踪收割的场景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酷只属于我们中国 跟美国这种 一个农场就上百公顷的规模化农业不同 中国的农业属于典型的小农经济 受限于土地规模和产值 我们的农业没有办法使用 大型的农业机械来生产 所以农产品基本上就是在本地市场流通 很少参与到听起来就相当洋气的 国际市场期货交易 这个我们的直接印象就是 中国的农业机械化程度和国际流通程度 都远低于像是美国这样 采用规模化农业的发达国家 在这里 它仿佛永远就是一件 苦、泪、穷、土的事情 但真可谓是风水轮流转 曾经制约我们的小农经济 却在今天这个智慧农业的时代 变成了优势 原来就是由于收到了地形条件的制约 在传统农机望而生畏的地方 才给既小巧又智能的无人机 流出了施展拳脚的空间 就是因为农户小规模小 才使得他们既灵活又敏锐 可以快速地适应经济增长 带来的消费升级 对农产品高品质和多样化的要求 就是因为曾经的中国农村 是经济的低挖地 才使得它成为新技术 新金融的最佳爆发点 很容易就炸出了一串好成绩 那句话是怎么来说的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智慧农业的制高点 无疑将会在我们中国出现 我们共同期待吧 我是火箭树 关注我 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 讲给你听